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吃烤鸭真遗憾 这家烤鸭店的创始人叫张力群 上世纪90年代在这里开办了力群烤鸭店 20多年过去了 他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技法 这是一个清代的一个四合院 我是在1991年我就在家自己开了烤鸭店 把这院改成烤鸭店 人建的也不多 也没有那么大的宣传力度 只能就是慢慢的靠口碑质量往外传 生意三点以后才比较好 以前的生活就是父母朝九晚五的上班 后来突然一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这个四合院变成了一个餐厅 当时静不下心来念书 我选择的就是逃避 真正是按照这个清工御膳房传统工艺制作 你选的好 做工的每一步都是尽量让他做得最好 都做好了 这个吃的肯定最好 张力群持之以恒地坚持传统工艺 最终打动了女儿 接替父亲经营这家烤鸭店 因为经历过很多事了以后吧 人会改变思想 后来又有很多事情需要我来协助我父亲做 这个占地200多平方米的烤鸭店 每天迎来送往不计其数的客人 许多人慕名而来 这张照片这是2100年 然后那个是周润发 他来到我们店 这个是泰国公主施林通 第二次来我们店留下的照片 今天在大的时代背景下 力群烤鸭店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一个是农素产品的一样 北京周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人业了 然后这个影响你做出来的成品的新鲜度 还有它的工艺就是果木烤鸭用名鼓这些 未来啊如果要是可能的话 我还是希望再扩大我现在的经营面积 我愿意给它弄成一个正正规规的 口碑比较好的传统的这个烤鸭店 让这个来的不管是中国人呐外国人呐 都到这儿来高兴 一张冰犬一只鸭烤鸭 一张冰犬一只鸭烤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